大家好,我想說回,上次再上一次,我們通常會給Writing做功課 我收了,改了,我看了同學的少少Part A的Writing 我們可以看一看,可以看一看畫面,你們也可以留下來,自己看一看 有兩點的,我們說要投訴,他給了四方面 我們會投訴四個問題,就是怎樣影響你,影響你的家 我看大家都有寫一些細節,譬如說我要工作,他會影響到我的睡眠 所以,下面有四個,Noise大家都可以 Rubish都還可以,這個可能說得沒那麼好 Pats 方面,可能也會說到Smile,說到Air Barking,那隻狗 我們先看看格式 格式的,其實沒什麼問題的,開始的時候給了你 最後的時候,你也看到我們因為是Dear Sir or Madam 所以結尾的時候,你也記得了,是YorisFavorite 這個可以的 然後,全名是Chris Wong,記得了,千萬不要寫自己的名字 然後,中間呢,我們應該會說些什麼呢 其實,我看大家都可以的 例如這個,你說說,Make a lot of noise 然後,你給了一些例子,給了一些時間 然後,丟垃圾,真的丟垃圾 看到,他亂丟垃圾,然後說沒有Cover 都可以的 然後,去到這個 但是,我看同學呢,有時候Rubbage 還有那個,阻礙了你們的走火通道 或者是後樓梯 那可能有少少混淆了,丟垃圾亂打 所以搞到,就很難走 其實呢,垃圾可能是Rubbage 可能我們說的,可能體積會小一點 那就是說,Garbage 可能會好一點,譬如大型貨物 也有同學說到是一些紫皮箱 那是蠻好的 然後,動物 動物,你可能說到有smell啊 牠會廢啊 但你也說了,譬如牠只是廢 但牠遇到有什麼問題是影響到你呢 可能你說,I have a dog that bots a lot 然後,或者你說是 Cosses trouble 例如,好像入升降機啊 或者牠會追趕你啊 或者牠會撞個閘門 那你可能給了一個例子 OK 那我們看看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先來,譬如 我看回同學呢 之前那個呢 譬如給例子幾好的 譬如說到動物那裡 有同學說到 我正確說到一個時間性出來的 譬如18號 6月 然後呢,牠給了一個例子 例如,牠是 Barking from 然後給我時間 是10點 am 去到12點 23 pm 然後牠說牠是long stop 這樣啦 然後呢,還給了一個例子 譬如 因為我們沒可能拿個分配計出來 我知道 但來啦,牠寫到說是 Not enough to hear in living room 然後是怎樣呢? 解釋了,牠說hat 因為牠都知道過去了 發生了 牠說hat to turn up my TV 那就是啦 什麼turn up呢? 即是大聲一點 即是吵到我看電視都看不到 這樣 那牠知道了那個level 原來真的很吵 好,那我們還是說回大家的功課 那下次我們再說其他 那是 那是 會,就是 因此 真有趣 寸